拍攝張的尾聲已經是7.02分 結論就是 雖然新車開通 新車通車新站開通 是一件非常可喜可可的事情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終於 遺失了一些舊的事物 舊的 就好像現在這樣 雖然宋岸和土灣灣站開啟 是一個對鐵羅文來說非常大的創意 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記了 不過 宋岸和土灣站本 前馬線原本 是兩條線 馬鞍山線和西鐵線 是200幾年的時候 九廣鐵路開啟的 你可以在某程度上說 九鐵 港鐵 kind of destroy了 九鐵的心血結晶 但是都合併了 很想重歸主權 所以 有時候 你是一些 是要放下 你 現在已經沒有了 或者遺失了的東西 去 撿起 去探索一些新事物 去探索一些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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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開拓新的未來 那好吧 這條片就在這裏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點讚 記得 留言 我現在 你訂閱點讚 估計 好啊 我現在只想要 你留言 留言 看看我現在做成怎樣 可以協助我進步 因為我之後都打算有個Vlog拍的 我現在要搭車 去外面 沒問題 告訴我 我現在快要躲上 王團門 電車即將到達 請示移人車上乘客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